重大消息,K要在中国货币上市了,如今,以PDE为首的免疫检查典疫制剂,正先气肿瘤的革命。 而就在刚刚,墨沙洞公司的重磅产品,PDE制剂,K要在中文商品名,克瑞达,通用名,帕伯利珠丹康,民间俗称K要,被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区P者上市,是因证为一线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塑留。 K出了截止目前,我国已经有两种PDE制剂上市,大大改善了中国癌症病人,对该来养物的可激性,癌症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疾病负担和死亡因素。 尽管在化疗的基础上,基于基因分型的板像已经成为万七癌症不可或缺的方式,免疫的出现全面革新了多个肿瘤的方式,五年生存率方面免疫会给整个肿瘤人群带来协助改善,而这种改善具有里程碑意义,且受众人群增加广泛。 对于很多没有特别有效打向药物的癌症,如存在微微星高度不稳定性,CH,则都可能从帕玻璃珠丹康的中获益。 免疫成为很多种癌症病人通向希望的大门,随着包含中国癌症病人在内的临床研究数据的相继发布,相信PDE制剂将改变很多种癌症的方案。 或批黑色塑料,帕玻璃珠丹康打响免疫第一枪,帕玻璃珠丹康可以要,在全球第一个活批的适应症,是晚期黑色塑料。 2014年9月4日,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加速批准了帕玻璃珠丹康经标准失败的晚期,或不可接除黑色塑料。 Ketrode成为FDA首个批准上市的PDE制剂,在帕玻璃珠丹康获批之前,存在BRAF基因V6001突变的黑色塑料病人可以使用维罗菲尼、达拉菲尼和曲美TD等晚向药物,也可以使用另一种免疫药物EP当抗Ketrodezi制剂进行。 而在这些方案失败后,医生往往束手无策,帕玻璃珠丹康的获批,使得使用上述药物,疾病进展的病人有了新的希望。 在一项饱含173名病人的临床研究中,接受其他后病情进展的晚期黑色塑料患者,使用帕玻璃珠丹康,尽量来每公斤体重量2毫克或10毫克, 24%的病人病造显著缩小,病情控制时间在1.4个月至8.5个月。 代号K药的帕玻璃珠丹康在中国获批用于晚期黑色塑料,从该药提交申请到获批花了短短5个月的时间,这是非常快的审批速度。 在中国国内能够及时的获得药物,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面对那一把顽固可憎的癌索,从此有一把名为帕玻璃珠丹康的钥匙。 长期生存,为患者重新生命之门,有别于靶向药物的较高客观环解律,以帕玻璃珠丹康抗K药为代表的PDE致剂最大的特点,是期待给病人的超长期生存获益。 由于国外上市时间较早,帕玻璃珠丹康抗K药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长期随访数据,效果产生经验。 2018S可年辟录的Keynote001研究的5年随访结果表明,接受帕玻璃珠丹康的晚期晚期黑色塑料病人中,41%首次病人和34%全部病人的病人生存时间超过了5年。 如商图所示,所有晚期黑色塑料,使用帕玻璃珠丹康,总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比例是34%,首次就使用帕玻璃珠丹康的晚期黑色塑料病人的总生存时间超过5年的比例是41%。 这一数据,一位10个恶性黑色塑料病人中有4个病人在5年后依然存活,对于恶性黑色塑料这一发展迅速,恶性程度高的肿瘤,这是之前任何一种都难以企及的结果。 帕玻璃珠丹康在多个癌症种类的中,证明了自己帕玻璃珠丹康,在黑色塑料领域取得积极的临床研究成果和获批首个适应症后,不断扩大其在其他癌症的研究和应用。 随后,该癌在一系列癌症种类中证明了自己,先后获批了多个适应症,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配药的临床研究和获批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配药在非小细胞肺癌方面的进展,最开始的获批适应症是针对含脖类化疗失败之后的PD-L一样性表达的病人,这属于抗线的。 很快该要就获批,一线X1和OB阴性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人,当然要求PD-L一属于强阳性表达大于等于50%。 2018年4月公布的Keynote189数据,显示帕博力珠丹康联合化疗,一线非磷状非小细胞肺癌,无论PD-L一表达情况如何,和标准化疗相比减少超过50%死亡风险。 2018年6月,美国联储中留学年,获公布的Keynote407研究,则显示帕博力珠丹康联合化疗磷状非小细胞肺癌同样和标准化疗相比,显著减少死亡风险。 在肺癌的三个已经批准的适应症,和正在等待FDA审批的联合化疗磷癌的适应症覆盖了除Egfrog突变意外所有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这些病人往往不能重把相受益,而怕博力珠丹康,则为这类病人带来了希望,在中国的大地上是否还能做得更好? 还值得一提的是,Keynote是全球首个被批准,用于所有存在DNA错配修复缺陷的实体流到PDE之际,也就是不管肿瘤的原发病造是哪里,只要是存在高位卫星不稳定性,CH或DNA错配修复缺陷,都可以使用帕博力珠丹康,这也意味着帕博力珠丹康,成为了广埔抗癌痒。 随在多个癌症类型中都有存在,要知道我们国家每年有近400多万的实体流病人,任何一个癌症种类如果在中国的背景下去观察,病人的数目是非常大的,随着帕博力珠丹康在国内的货币上市,必将给更多的中国实体流患者带来新的希望,面对此前只有有限手段的实体流,多数学后是一种无可奈何,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有必要检测一下NC的情况,下表显示了普通癌症类型中存在CH的比例,2013年9月至2016年9月共入组了86名患者,所有的患者在入组前经过了一次且出现进展, 所有患者都使用组织样本通过PCR或者免疫主化的方式,检测M或C,78名可评估的患者中,客观应答率为53%,86名患者中的46名, 21%的患者完全缓解18人,疾病控制率达到了77%,也就是部分应答人数,完全应答人数和疾病稳定的假总人数,占地达到了77%,平均应答时间21周,对于完全应答者的平均应答时间是42周, 可观应答率在截止肠癌和其他癌种中没有差别,也就是只要是存在M或CH的实体肿瘤患者,都有不错的应答率。 帕博利珠丹康登陆中国之后,会让很多中国的癌症病人受益,但依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继续研究和探索。 从帕博利珠丹康最开始的获批适应证来看,PD-L1的蛋白表达检测是必要的,PD-L1高表达的病人,更能从帕博利珠丹康的中获益。 最近一次获批的适应证是帕博利珠丹康联合化疗一线微小细胞肺癌,则是不再要求PD-L1的蛋白表达。 其他两种常见的生物标志物,属种流途变负荷TNB和微微性不稳定性C的检测也可以筛选出潜在受益患者。 但这些生物标志物仍不能完全准确的,将可能从帕博利珠丹康中受益的病人都筛选出来,仍然有上述生物标志物检测结果,隐性的病人可能受益于免疫。 以中国病人为基础的临床研究正在系列性地展开,中国只有较大的癌症病人群体,基于病人数据的全景研究有望可以对以上问题做到一定的阶段。 一、研究检测某一种或几种生物标志物的组合,包含C、TNB或PDLE等,也不排除探索出新的生物标志物,准确筛选出,可从帕博利珠丹抗受益的病人。 二、探索PDE等药物与化疗、放疗和血管生成靶向药物,靶向药物等措施的联合提升应答率,使得更多病人从中受益。 在几年前的时候,作为一个生命科学领域工作者的我,甚至还不怎么了解PDE,也从未认识到PDE类药物对肿瘤的改变。 那个时候大家往往更多的还是注意在检测基因和靶向,但从以上帕博利珠丹抗的这一系列的群证、医学证据、获批的适应证等信息,不难看出免疫将会是肿瘤的未来。 帕博利珠丹抗在中国获批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免疫全新的开始。 参考文献,EHTTPS,WWW,Drags,COMHistory,Ketroda,HTML,Acaroline Robot,ATL,ANTI-PROERAMMED-DEATH-RECEPTOR-E,TREATMENT with Pembroly-Zumab in Nipomomab Refractory,Advanced Melanoma,Randomized,Dose Comparison Cohort,OFFIS-E Trial,The Lancet Volume 384,19948,226,September 2014,Pages 1109-1117,3. IO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TA approves Ketroda for Advanced Melanoma Media Release,Sept2014,WWW,FDA,GRAF,4LED,T,ADL,Science,2017.8p,16733,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